今天我们去吃东西 真的吃好东西 很期待 这餐我期待了很久 吃什么?这么神秘? 有没有听过一间餐厅 在香港叫小两夜? 现在老板就来了英国 它的海鲜垃圾也很棒 要排队的,是吗? 要啊,要做梦想吃 那你做梦吃完就饱了 现在不用吃了,是吗? 我梦想成真 就快到复活节了 我相信大家都想去旅行 那设计机票和设计酒店的时候 有没有想着买这个VPN呢? 你在做什么? 我上下网 我们现在在香港,是吗? 对啊,在香港 明天去日本了 我打算在Yahoo Auction 有没有东西买 日本的Yahoo Auction? 对啊 唯一一个方法 可以用这个Nord VPN 就接到日本了 看到了 我想买这架小车 Tomica 不过只有二手才能买的 那大家设计酒店 租车要记住 用这个VPN呢 就在其他国家看一看 隔一隔价 因为有很大机会 其他国家设计酒店租车呢 是会便宜一些的 那隔完价之后呢 你找到哪个最便宜呢 就可以去那个网页 就设计最便宜的价钱了 那现在Nord VPN呢 就做了这个优惠呢 你买完它两年呢 它就会送回四个月给你 那还有呢 每一个帐户呢 是会包六个设计 那还有它最重要呢 就有三十日的Money Back Guarantee 那我们在资讯栏呢 那里呢 就会放条链在那里了 那大家呢 那时候呢 就要记住 用我们条链呢 那就会有这个优惠啦 好啦 我们现在就回去看片啦 好啦 我们未去餐厅之前呢 就不如讲一下个故事 究竟我们怎样认识 小伦爺的老板 Kelvin和June 那如果大家有看看我们的片的话呢 如果你记得我们曾经呢 在2022年的4月呢 我们做过一个Sutton的街头访问 那有时呢 真的是缘分来的 那一刻呢 我们是不认识Kelvin和June 但是我们跟他做了一个街头访问的 怎么称呼啊 我叫Kelvin Kelvin Kelvin Kelvin你来了英国多久啊 半年了 刚刚好 半年 OK Sutton 其实你怎样选择这个是一个六个地呢 Sutton 其实我来到都去过几个地方的 嗯 最后有个朋友就车了我来Sutton 他说你们看一下啦 就会很多香港人容易习惯一些的 嗯 那一来到 酒店都没租酒店 就走high street 就见到很多香港人 是是 觉得很适合自己 那直至到去年呢 有一个我们的相熟的 Mutual Friend朋友呢 双方都认识的 那也都我们过一刻呢 才知道呢 原来Kelvin是一个大厨来的 Hello 来到了 好期待 好期待 咦 我们有个朋友在这里 Hello Hello Johnny 大家记不记得 几年前上我们的频道 介绍 在英国做老师的过程 带我来吃好东西 今天 你都回工两年了 对啊 英国做了老师两年了 对啊 怎样啊 OK啦 上个轨道啦 那你结果进了多少间 我进了大概十间应该是 对啊 即是传了八十几 那就有十间有interview 因为那个interview的过程都很辛苦的 首先就要zoom啦 还有他们通常都会involve一些试教的 那就要有些真的跟这里的学生相同 泥炼 咦 干嘛你们 曬一下啊 对啊 曬一下啊 什么啊 Mu Moch 我這次是黑色的 它這次是Saturn 現在買到了 是不是 以前很難買 現在容易買到 現在走過去都 你walk in 都有 有時撞彩都有 不過不會有染色的 是 黑色都很難的 只有幾隻有 很棒的 鹹檸檯測 小時候的回憶 這是什麼 鹹檸檯測 鹹檸檯測 然後測器 要刷一下鹹檸檯測 小時候的回憶 怎麼樣 你的紅豆冰 很棒 很棒 有花蘿蔔很小 哇 海鮮垃圾 很棒 海鮮垃圾 很香 有很大的鹽香味 對呀 香老婆 好香 很香 很香 海鮮 很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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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或者一些香港观众朋友都觉得 其实辣沙或者这些河南鸡饭 在香港是一个很普遍的食物 为什么我们要专专做一条片去讲呢? 是不是英国没一口好吃呢? 无可否影 在英国大部分的城市 没有那么多亚洲食品的选择 除非你去到伦敦的话 就比较多些选择 但是大家都知道 在英国出去吃东西是贵的 所以吃回香港以前常吃的食物 对我们来说是一个情怀 令我们回忆和家人的开心 和朋友的快乐 尤其是吃这个港式经典的猪扒饭 对啊 英国真的没得吃这种东西 猪扒? 没有粒 没有粒 很多番茄 没有粥番茄 听不听到大家 对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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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这家店的精算 而且是很多汁 是完全因为这些饭又香 哇 很值得太少 不行 我都要先做一口 很美味 我经常听很多朋友说 在这里吃 猪扒饭 其实很难 催促 自己也未必煮得那么好吃 大家一定要试一下这个 怎么超正法 嗯 那些肉很软 很鲜 很鲜味 还有饭是 底下是炒过的 炒过的 很棒 真的很多汁 好 嗯 还有饭有很多汁 拌进去 我们四个人分 清晰 很好吃的 我会这样吃 你也觉得很好吃 真的很好吃 我觉得这个是最好吃 真的 第一口吃 我可以觉得很好吃 哇 猪手 猪手拌面 哇 好饱啊 对吧 超饱不过 你刚刚吃完 现在有 超饱不过 超饱不过 听到口 听到口 怎么样 猪手拌面 嗯 猪手淋不淋 嗯 嗯 我都猜不清楚 哪一碟 就是这个 焗猪扒饭 或者这个 猪手 我觉得焗猪扒饭最好吃 嗯 那么多之中 嗯 这个很好吃 我觉得有这个香港情怀 这个 这个猪手的味道很 超好吃 嗯 但是很好吃 真的很好吃 真的很好吃 我们在泰古房工作 对 对 你开了監告几个月了 对 对 两个月左右 但是辛苦的 很辛苦 很辛苦 就是自己一个人 对 对 一个的厨房 和我太太楼面 所以比较辛苦 刚刚开始 对 但是都上了轨做的 哦 是吗 都很多人排队 真的 真的 新开多些人 太好了 一切都上了轨 对 太太 好了 继续祝你们生意兴隆 好 谢谢 其实由BNO visa 在2020年开始之后 其实有很多香港的朋友 已经移居了英国 有三至四年了 其实移民的路程是绝对不容易 尤其是要适应一个全新的西方国家 但是真的很开心 看到很多的香港朋友 譬如好像Johnny 或是Telvin 他们大家都密密耕耘 继续努力 去重新适应英国的环境 无论现在大家在找工作 打工 或是准备创业的朋友 千万不要灰心 艰难的道路一定会有 但是下雨就必会有天寺 香港人继续努力 千万不要放弃 请不吝点赞